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可以感觉到神清气爽 而且也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茶叶种类很多 但是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 喝这个绿茶还是比较清口的 可是这个采茶 确实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我记得我在安吉采过白茶 这个牙尖时间仅任务重 那么有没有一台机器 可以帮助我们来采茶呢 来扮演采茶姑娘的角色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中国是茶的故乡 因茶之风游来已久 全国四大茶区 约110万公顷的茶园面积 每年为茶客 献上品种繁多 口味各异的茶叶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 是绿茶的重要产区 这里是浙敏堤山丘陵的一部分 广布以残积和坡积的 黄泥沙土与香灰土为主的土壤 土质疏松 土层深厚 土壤表层的丰富有机质 为茶树茁壮生长提供养分 优越的生态环境 造就了新昌绿茶独特的色香味 新昌人爱茶 同时对茶的品质也是很挑剔的 王华就是其中之一 无论走到哪儿 随身带着的水杯中 永远是上好的茶叶 冲泡的茶汤 王华家里世代种茶 关于这片被茶香浸润的 土地的故事 他算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我们的记者一行前往他的茶园 想向他探究新昌绿茶 好喝的奥秘 王先生 您好 您好 终于见面了 好 一路辛苦了 还好 还好 来 你先喝杯茶 您给我准备的茶 对对对 好 我喝一口 还真是有点渴了 这是什么茶呀 王师傅 这就是绿茶 绿茶 对对 怎么喝起来不像我之前喝过的那些绿茶 好像有一股花香味 对 这是我一早从山上采的山泉水泡的 这是山泉水泡的 对 那说明就是泡茶的这步骤很关键 每个步骤都很关键 那您觉得就是哪一步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采茶叶吧 采茶叶最关键 对对 那怎么采茶呀 我刚好师傅在这边采茶 你们过去看看 好 看来 要想得到一杯美味的茶汤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茶叶采摘究竟有什么门道呢 来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好嘞 好嘞 大姐正在采茶呢 是吧 对对 大姐 采茶呢 对 我看您这收获颇风啊 我能看一眼吗 可以啊 哇 这还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 刚采摘的茶叶 对 现在我们采的这是下茶 哦 下茶 对 下茶就是叶片会大一点 基本现在还是要保持在一芽两三叶 这样 一芽两三叶 对 品质是最好的 然后呢 嫩度也是最好的 再如果是一芽四叶的话 那就老了 哦 那喝起来口感呢 就就就就差了 就差了是吧 哦 其实就差在这几片叶子上 对对 哦 那大姐啊 嗯 那您能教教我怎么采茶吗 我觉得这好简单啊 您就随便这么揪一下就行了是吗 嗯 好嘞 两只手指头 这样一摆就行了 交继者采茶的这位大姐姓李 据说是远近闻名的采茶高手 李大姐说 采茶时要用食指和拇指合力 向上提拉茶树嫩精 将其折断 重点是要折断 而不是用指甲掐断 因为掐断时 在茶叶筋部留下的伤口 会在泡茶时呈现红色 影响茶叶品质 那这么说来 只要牢记要领 采茶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么是这样吗 我们看看 记者采的情况如何 李大姐 您看我刚才采了几个 您看一眼 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对啊 王师傅您看 我这样能算合格吗 应该算合格 合格是吧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采茶也没那么难啊 是吧 对 那李大姐 您看我采的也挺好的 虽然没您快吧 但是您看我能不能跟您比个赛啊 跟我比啊 我跟您比 我一次说就跟您比 行那我挑战您一下 看来记者还真是有骨子 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那么接下来跟李大姐的较量 又会如何呢 王师傅 帮我借来篓子了是吧 对 借来了 好 谢谢 把这个篓子放在这个腰间的右边 然后这儿借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 好嘞 行 那您帮我们借一下食 好的好的 我帮我们借一下食 好 好 准备啊 开始 这次比赛限时五分钟 双手开工的记者 能否成功挑战 单手作战的李大姐呢 初出茅庐的记者 采取茬来很生疏 需要先锁定目标 再用手提拉折断 再看李大姐 虽然是单手应战 依然没有影响采茬的速度 几乎不用观察筛选 像机械手一样完成采摘 还有一分钟 你们可要加油了 还有一分钟 对 我感觉我眼花缭乱呢 时间不多了 此时的记者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左右开工 别说这速度真是快赶上李大姐了 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好 比赛时间到 也都是采这种 后来我看 速度快了你就乱采了 对 因为李大姐太快了 然后就说我追着进度吧 然后就都采成这样了 对 那看来采茬还是考经验 对对对 那像李大姐这种熟练工 他们一天能采多少 这个夏秋茶的 一天大概能二成十斤这样吧 那像您这么大的茶园 那人工采岂不是就没几天就采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 像我们这么大的茶园 现在人工我还找不到呢 王华说茶叶是个石秤草 早采三天是个宝 迟采三天变成草 人工采茶都是早上五点钟 采到傍晚六点 如此辛苦的工作 使得采茶工越来越难招 那么就眼看着那么多茶叶荒在地里吗 那除了人工采 那有没有机器代替人工呢 有 目前我厂里还有一台 它是用剪刀剪的 就是老嫩都剪下来 茶叶品质就合不上 然后价钱就卖不起来 那有没有别的机器 就是能折断 然后只挑嫩叶折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 那还是挺可惜的 对对对 喂 梁兄 就在记者为没有机器 及时采茶而遗憾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断了交谈 看着王华喜出望外的神情 是有什么好消息吗 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好好好 慈记者 我有个朋友 他前几年说要搞这个机器 他现在打电话给我了 他等会就会带着机器过来 他说是这种折断的 仿人工采的这种 没想到一个电话的功夫 一台采茶机从天而降 那么王华朋友 发明的机器什么样呢 每一会儿一个皮肤有黑的中年男子 提着机器朝我们走来 梁兄 你好 王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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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发小 梁洪亮 我叫他梁兄 你好 梁先生 这个是我爱发明的词编导 你好 你好 您好 发明人梁洪亮 发明项目 嫩眼海茶机 梁洪亮跟王华一样 是土生土长的新仓人 年少的他们常常结伴在茶园里玩耍 但形影不离的二人 对于未来却有着不同的憧憬 王华的梦想是终其一生与茶园为伴 而梁洪亮却一心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于是在他24岁的时候 只剩一人去贵州闯荡 凭借着从小对茶叶行当的耳濡目染 梁洪亮顺利进入了一家茶园工作 之后也有幸接管了几十亩的茶园 时间一晃 二十年过去了 他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如今不惑之年的他 时常回忆起年少的自己 和那片陪伴他长大的茶园 于是在他44岁的时候 又回到了故乡的土地上 梁兄 好久不见了 你可算回来了 听说你接手了你父亲的茶园 对 刚接手没两年 所以你管得如何 就那样吧 现在距离的茶园看一下 好 我车就停在那边 好 我们去 这两年在外面怎么样 还可以 这边就是现在就正在剪 你看 这就是我们这种 现在这种机器踩下来的 哇 踩这样的茶园 太老了这些也 对 现在没办法 造不到人工 我这么大茶园 现在人工是个老淡淡的问题 那要不我把我的想法 做成机器给你来试一下 好的呀 那最好了呀 其实要做采茶机的想法 已经在梁洪亮心中盘算了好几年 而现在他决定将它付诸行动 之后的两年 他上网查阅资料 自学画图软件 终于完成了机器的草图绘制 然而新昌的工业并不发达 他没有找到能够制作的代工厂 于是在网上联系了一家广东的工厂 进行加工 经过他不懈努力 终于完成了采茶机的制作 梁洪亮发明的嫩芽采茶机 由电机 采摘部分 传输软管及储料箱组成 其中采摘部分设有采摘口 折断壁 卷料器及收集口 采摘时卷料器滚动 其中的横向采集杆 将茶芽卷至采摘口底部的折断壁上 脆嫩的茶芽被当即折断 由毛刷扫进收集口 利用负压原理 经由传输软管被吸入储料箱 木质化的老叶自动退出采摘腔 利用茶叶的脆嫩性 完成嫩芽的采摘 我这个机器的采摘力度 是刚好能采断嫩芽叶 木质化带韧性的老芽叶是采不断的 听起来还是不错 具体还要看采摘过怎么样 是吧 我们就试一下吧 走 那试一下 就试一下 好 那么采茶机的第一次亮相 会不会像梁洪亮说的一样惊艳呢 我们就近选择了一笼茶树 进行测试 机器开动 卷料器疯狂地转动起来 之前梁洪亮刚把机头 放在茶树顶端 一粗粗鲜嫩欲滴的茶芽 就被卷进采摘口 横向采集杆长20厘米 大约每秒钟就把六七株茶芽 卷到折断壁上 完成采摘 那么仅仅凭借采摘杆转动 与折断壁接触产生的力 真的能折断茶树嫩芽吗 就在大家都全神贯注地 盯着机器的时候 王师傅的举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他这是在干嘛呢 很明显他采的也是茶树嫩芽 而且是被采茶几遗落的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就采了一把 而梁洪亮根本没有发现 王华的这一举动 梁兄 你这个不行啊 你看你一路采我也一路采 这都是你弄下来的 显然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 梁洪亮所设想的那样 此刻的他有点懵 那么测试了半天 梁洪亮背后的储料箱里 到底有没有采摘的茶叶嫩芽呢 虽然只有箱底一层 不过也算是采下来了 那么采摘的茶叶品质如何呢 采里采的您看是折断的吧 应该算是折断的吧 那个是吧 我看这还有纤维状的 对对对 那咱们看看 他采的茶的品质怎么样 一牙三叶 对对对 这一牙一叶 基本不会超过一牙三叶 像这种品相可以吗 还可以 采下来的茶叶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就是有漏采这个毛病 漏采是吧 对对 我也觉得是 我研发的初衷就是 只要采得好 要采得干净 现在看来 比我的目标还是有点差距 那么该如何改进呢 梁洪亮想到 是否增加一个采集杆 就可以提升采净率呢 于是他跑遍了新昌 大大小小的五金店 但是要想找到 如果跟机器原油采集杆接近的 不锈钢圆杆真是不容易 不过为了尽快验证改进的合理性 他还是不想放弃 老板好 请问一下 你这里有没有长两本 直径五大八毫米的不锈钢条 有 你拿来我看一下 好 这 这已经是这条街最后一家五金店了 梁洪亮能有所收获吗 他拿着店家递过来的不锈钢圆杆 反复测量 看来他找到了满意的材料 回去后 他马不停蹄地测量组装 终于把第二代采茶机制作出来了 第二代采茶机在原油机器的基础上 在卷料器中增加了一个采集杆 采茶时 经过第一采集杆漏彩的茶芽 会被第二采集杆卷至折断壁上 进行二次采摘 从而达到提高采净率的目的 机器改好了 梁洪亮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 就是王华 梁兄你怎么来了 王华 这是机器改好了 上次采的不理想 现在搞好了第二代 正好到饭点 我们先去吃饭 不不不先去试一下 试一下吗 你现在这个机器改好了吗 我看一眼 你看一下 多了这么一个结构了 看起来是有点不一样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那要先去试试吗 是要去试一下 是啊 我说先还是先吃饭 吃饭小事情 先去试一下 行吧 那如果到时候机器不行的话 你可邀请我吃饭 没问题没问题 小事情小事情 好那我们先去试一下吧 好的好的 梁红亮为了改进机器 废勤忘食 如今机器刚改好 又拉上好友 饿着肚子测试 那么测试的结果 会让他们满意吗 梁兄你看 这片怎么样 这片没踩过的 这看起来还行 那我先给你试一下吧 打开电源 发动发电机 一切就绪 那么第二代采茶机的首次亮相 会否让人眼前一亮呢 看起来 卷料器的转动速度没有变化 那么仅仅增加了一根采集杆 单纯地通过增加单位时间内 卷进采摘口的茶牙数量 从而提高采净率的方法 是否可行呢 这件机器所到之处 所有茶牙一次被卷进采摘口 采摘感羽毛刷交错转动 完成采摘 那么这一次的采摘 能否得到王华的认可呢 看怎么样 在半上采摘 这样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可以 具体怎么样 我还看一下你桶里的 采摘质量怎么样 好的 这个还可以 采得几乎已经接近人工了 对对对 比上次好多了吧 那是比上次好多了 看来你的改进还是有效果的 那你现在这台机器 能跟几个采茶大姐比 四五个应该能 四五个 好 我等一下叫那边采茶大姐过来 咱们比试一下 没一会儿得知机器测试成功的记者 就跟采茶大姐们 一起来到了茶园 王师傅 梁师傅 你好 机器又改进好了 改好了 这次怎么样了 王师傅 这次我感觉还是比上次也要好的很多 您觉得采得不错是吗 对对对 之前采得不太干净 这次呢 这次比上次改进的好多了 好多了是吧 那现在一台机器能对多少个人工 我想四五个应该没问题吧 四五个 这么多吗 王师傅您觉得呢 我觉得有点悬 有点悬是吧 对对对 阿姨们 梁师傅说他这机器能对四五个人工 你们信不信啊 不信 不信啊 那你们想不想跟他机器比比赛 想 想比 哪位阿姨想比 举手我看 我们都想比 都想比啊 梁师傅 阿姨都想比 但是咱们这儿有七位阿姨 那现在一台机器能跟七位阿姨比吗 七位可能我还没这么大的把握 就先来五个吧 先来五个 那咱们这七位阿姨选五个 那人家都想参加那怎么办 那咱们一会儿七位阿姨内部先选拔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那咱们一会儿加油好不好 好加油 财查大姐们跃跃欲试 谁都想跟这个新奇的机器比试比试 稍事准备 内部选拔就开始了 三二一开始 这次比赛限时一分钟 踩得又快又好的大姐 才能和机器比赛 看得出 为了争取这个宝贵的机会 大姐们也都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虽然速度快了 但是手上的动作可是一丝不苟 提拉折断不差分毫 所到之处的茶树嫩眼几乎一扫而光 不知在一旁观看的梁洪亮 是不是默默为接下来的人机大战 灭把汗呢 就在彩查大姐们采摘 渐入佳境的时候 记者喊出了比赛的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停 来梁师傅 王师傅 咱们来评选一下 哪五位阿姨能和机器比赛 好吧 看看谁的量多质量好 来你们看一眼 好 王师傅 我看您刚才进行了认真的对比 是吧 对对对 您觉得哪五位阿姨 可以和机器比赛呢 就前面这五位吧 前面这五位 那一会儿咱们前五位阿姨 跟机器比赛 一会儿咱们好好加油好不好 好 很快 人工队就组建完毕 梁洪亮和王华马不停蹄地 布置接下来要比赛的场地 一场大战 即将来临 梁师傅 王师傅 我看场地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对 一共是五笼 从中间对半分成了两半 是吧 对对对 好 那我先问一下王师傅 咱们人工队的阿姨 踩这个茶树 大概五笼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吧 一个小时左右 梁师傅 您觉得多长时间 我觉得各把小时 跟人工队差不多 跟人工队差不多 咱们人工队的这五位阿姨 可是七选五选出来的 精英中的精英 是是是 您有压力吗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是吧 能拿一会比赛 您加油 好吧 好的 谢谢 那咱们这个 这两块场地 咱们怎么分呢 要不然咱们 剪刀石头布 赢呢 先选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行 那听我口令 剪刀石头布 王师傅 你还是挺幸运的 对 行 那你优先选择 你选哪边 我选这边吧 你选这边 您为什么选择这一块 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块可能 茶叶可能密集度高一点 密集度高一点 那采摘时间不是更长吗 但量采的多呀 量采的多是吧 不光要快 还要量多 对对对 梁师傅 别无选择了 那您只能选择对面那边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行 那一会您要加油 好的 行 那您先准备一下 好的 阿姨们 第一次对战机器 你们紧不紧张啊 不紧张 不紧张 不紧张啊 好 那一会咱们要加油 好不好 好 行 那咱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行 好了 您也准备好了是吧 好 听我口令啊 三晚二二一 你才开始 话音一落 双方就像蓄力已久的剑 向各自的起点跑去 看样子 都想赢在起跑线上 梁洪亮率先到达起点 开始采摘 他品气名神 全神贯注地 操作着采茶机 采机感疯狂地转动着 一口接一口地 吞噬着卷进来的茶叶 而此时 刚刚就位的采茶大姐们 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采了几十年茶的他们 虽说是第一次跟机器比赛 但却并不显得慌乱 有条不紊地采着茶叶 看似轻松随意 实则是几十年经验的 后继勃发 另一边 梁洪亮却没那么轻松 增加了一根采集杆 虽然增加了单位时间的采摘率 但是会不会有其他影响呢 这是机器研发好的 第一次实际大面积作业 能否顺利完成 他的心里也没底 机器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已经踩了他这边第一笼的一半 面对快手如飞的采茶大姐 机器队能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吗 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阵 正午炙热的阳光 照在身上灼热难耐 这也为比赛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王师傅 我看阿姨们现在速度 稍微有一点慢了 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天气有点热吧 天气有点热是吧 对对对 此时梁洪亮的第一桶茶芽 已经采好了 看来炎热的天气 并没有对机器产生任何影响 看见机器队进度如飞 采茶大姐们也不自觉地 加快了手上的节奏 毕竟是七弦五选出来的 采茶能手 要拿出一等一的水平 来应战机器 说着他们陆续采完了 第一桶茶芽 而另一边 机器队乘胜追击 已经采到第四行了 如此之快 引得王华不禁过来打探敌情 不知道看了机器队的进度 他的心里有作何感想呢 这桶又满了是吧 满了 好 那咱们倒出来看一眼 王华仔细翻看着 机器队箱子里的茶叶 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这些叶片都打碎了 你看这种都是一样 折的时候折伤的 折伤的是吧 对对对 像这种就是时间已经折断了 这个叶子 这样的茶叶算合格吗 合不了格 合不了格 我看它的鲜嫩度倒是还不错 是吧 就是它这个叶片碎了 它就影响它的品贸了 那您看它这一次的采净率怎么样 采净率是比上次好了很多了 好很多 这种采净率可以吗 应该是没问题了 没问题 只是有叶片损伤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 那梁师傅 那看来这个比赛是进行不下去了 您回去得改进一下机器了 我重新改进一下 庞老师您瞧瞧 我们这位采茶姑娘 虽然干活的效率很高 但是这个锈桥的劲儿好像有点不足 你看这个茶叶的破损还是比较厉害的 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来做一个小的道具 来说明一下 它分两部分这个钻筒上 一部分是杆 这个杆把那个茶上边的那个叶子 织带着织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靠这个刷子向后刷 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由于刷当中的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把前边的这个挂在上边的这个叶尖 这个茶叶尖给它扫下来 让它跟支分离 所以这个刷子这儿压得比较紧 你在向后推的过程当中 这个刷子是不是就要压这个茶 对 因为这个茶叶都是这种牙尖 它都比较娇嫩 对 要这样一压 这就出了问题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好吧 前边这个高度我不改 我如果把后边这个高度给它改一改 我这撤下把来就行了 就是这样的话 就让这个容器呢 等于说是松快一点了 松快一点 现在我们再把茶叶放到上来 你来刷一刷 好 这样同样可以起到一个 把茶叶推到后面去 对 不损坏茶叶的这样的效果 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发明人 接下来如何改进 杨兄啊 你看你这个人做事情 还是那么认识你 这么多年了这个机器 现在效果还是不是很影响 茶叶生产这个领域里面 现在到以后最缺的肯定会是成茶叶 我之前搞了这么多年了 一定要把它搞成功 其实我也希望你早点搞好 因为我目前手上还有笔订单 三个月就要交货了 现在本地财大工也不好招 老师我肯定完不成了 三个月应该没问题 我把最新的搞好以后 应该可以完成你的订单 真搞不成 我把贵州的茶叶风景掉过来 不会让你干割的 那好 那还是梁兄靠我 我今天说还是梁兄把我了 好友有难 梁洪亮亦不容辞 但是机器要如何改进呢 他想 茶叶从采摘口 进入除料箱的过程中 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损伤茶叶 那就是卷料器 与折断壁后端撬板的接触部分 他马上改好了图纸 为了尽快完成机器的制作 梁洪亮决定去一趟广州的加工厂 王总好 好 这点是什么 刚刚给你打过电话 好 这样子 是这样的 上次叫你改的那袋采摘机 我想重新叫你弄一下 原来比较忙 我估计要到三个月以后 那不行 我想请你时间半个给我改一下 因为那边急着要弄 那你太改了呀 先喝茶 先喝茶 好的 好的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自己家做的茶 还可以 谢谢 这茶应该是今年三月份的新茶吧 对啊 我朋友四月份给我的吧 他是说是今年的新茶 可以看一下你的茶吗 对啊 谢谢 这应该是鹿岸瓜片 你还弄这个 我常常在茶餐长大的 这样的 喝的茶比较多 一天不喝茶就蓝色 哦 我也喜欢喝茶 你也喜欢 我也是 一天不后就蓝色 是这样 我呢 非常喜欢茶 嗯 但是目前的茶生产领域呢 采采工非常短缺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设备做好呢 也算是为这个产业带来一大福音 你说是不是 那可以吧 那我就安排加加班 非常感谢你了 争取一个月自己给你完成 好的 好的 梁洪亮对于茶叶的热爱 终于打动了同样视茶如命的 加工厂负责人 之后的半个月 他们一起加班加点 在车间赶工 最终经过不懈努力 第三代采茶机制作完成了 第三代嫩芽采茶机 在折断壁后端的翘板处 进行了让位处理 使得卷料器与折断壁后端翘板 留有一定间隙 避免了采摘时 卷料器将收集到的茶芽 扫进收料口的过程中 茶芽受到挤压而损伤 梁洪亮连夜带着机器赶回新舱 一大早就到了茶园 可别半个月 茶树都长出了新鲜的嫩芽 此时最适合采摘 梁洪亮挑选了翼龙 准备测试 机器开动 采集杆疯狂地在采摘枪内转动 打在折断壁上 哒哒作响 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采摘茶芽了 梁洪亮操作着机器 在茶树顶端运动 一粗粗茶芽迅速被折断 通过透明软管 被吸入除料桶 从透明软管中 隐约可以看见 新鲜采摘的完整茶芽 梁洪亮认真操作着机器 不一会儿就采摘了一桶茶芽 那么采摘的结果 会令梁洪亮满意吗 喂 王华 我现在拿到最新的机器 在你的茶园里测试了 效果非常好 要不我们再比赛一次 好好好 那我在这里等你 半个小时后 王华带领着众人来到了茶园 这个知识他搞了好多年 梁兄 你一大早把我打电话 叫机器改好了 对呀 我不光带了采茶大姐 我还带了几问知识老茶客 没问题 没问题 大家都交流 交流 王师傅 您带来的这五位老师 都是私生老茶客是吗 对 那您赶快帮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何老师 他是国家高级品茶员 何老师是吧 那您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绝技吗 如果你给我一个茶叶 我闭上眼睛通过用鼻子闻 我能闻出这个茶叶是哪里产的 什么季节的口感怎么样 什么季节的口感怎么样 等级怎么样 产地 季节 等级 口感 对 那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 梁师傅您怕不怕 不怕 不怕 行 那何老师您来看看他采的这茶怎么样 好吗 您来 看一下 点评一下 这个就刚刚采的 对 刚刚采的 从现在这个季节上来看 这个茶采摘 它采摘的还是比较匀准 然后采摘部位 它也不像是普通的机器茶 像刀切一样 这个是跟人工摘下来的有点一样 品质还可以 王师傅 您看您带的这个资深老茶客 看了梁师傅机器采的茶 品质还挺高 我觉得的话 他才采了一桶 我觉得不知道长时间作业怎么样 长期作业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跟上次一样比一下 那咱们就比一下 比一下 好 我这里有八位采摘大姐 他们都想跟你比一下 八个全部上吧 没问题 这次比赛 人工队增加了三人 看样子 他们的士气更足了 而梁洪亮用机器 一一敌八这个决策 是不是意气用事呢 一切的答案 也都等比赛揭晓 这次比赛 我们将八拢茶树 从中间一分为二 人工队和机器队各采一边 最终从速度 数量和质量三方面进行考核 那么究竟哪队更胜一筹呢 咱们从这儿开始 好吧 预备 哨音一响 八位人工师傅几乎同时开始采摘 手速之快 让人眼花缭乱 上次比赛 他们见识了机器的威力 看样子 这一次 他们准备拿出超水平的战斗力 来迎战机器 而此时的机器 依然保持着惯有的雷厉风行 采集杆和毛刷飞快地转动着 一排排的茶叶被卷入采摘口 犹如旋风一样 吞噬着茶树嫩芽 间接着 一粗粗嫩芽被吸入橱料桶 整个动作一起合成 转眼 第一行 已经过半 面对如此劲敌 人工队的大姐们 却没显出丝毫的慌张 过硬的采茶技法 是他们自信的源泉 虽然各有各的采茶方式 但速度都是齐刷刷的快 很快 他们腰间的茶楼 就渐渐装满了 李大姐真不愧是采茶能手 她率先采完了第一楼茶叶 采了满满一楼 这茶叶还不少 我看咱 您刚才采都是分在这半个区域 那对面的那半个区域怎么采 您一会儿要绕过来采上 三个都采 您看机器那边都已经采到第二楼 您觉得您的速度能有太快吗 现在刻起来还太快 还支持快 还有机器快一点是吧 行 那您赶紧加油 好 赶紧投入比赛状态 好 与人工采茶不同的是 机器采茶可以同时兼顾同一笼茶树的内侧和外侧 因为不需要肉眼识别嫩芽 只需要把机器运动到指定位置即可 那么如此说来 机器的速度真是不容小觑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采茶大姐们却未见疲倦 手速依然那么快 他们陆续采完了第一楼茶叶 纷纷倒入茶箱 转眼间 装茶叶的箱子就装了多一半 那么我们赶快看看 梁洪亮那边有多少收获吧 王师傅 打探迪琴来了 对对对 我来看看它采的怎么样 多不多 怎么样 还可以 那您看它之前的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是解决了 解决了是吧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压痕了 然后数量好像也比第二代采的多一点 挺好的 那您对它目前来说这个进度还挺满意的 还挺好的 您想到了吗 没想到 看来这次机器的表现出乎王华的意料 不过路遥指马力 机器到底怎么样 得等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做出评判 然而就在此时 原本火力全开的机器却突然停了下来 梁师傅 咱们这怎么停下来了 刚才我不小心把这个插头踩着了 那咱们还能继续比赛吗 可以 换一个头就行 换一个头 还带了备用的是吧 有的有的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梁洪亮忙中出错 把电线接头踩掉了 幸亏还带了备用的 稍事调整 机器队回到自己的区域继续比赛 机器队的失误给了人工队机会 两队你追我赶 起风十分紧张 激烈的比赛场面 赢得围观的群众也议论纷纷 二位师傅 我看咱们看比赛看得还挺认真 您觉得谁能赢啊 我还是支持人工的吧 支持人工啊 但是现在机器快啊 那您为什么要支持人工队 机器嘛 必须这种新型的机器 没见过的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那这位师傅 您怎么看啊 我支持了机器 为什么呀 因为我看上去 机器要比人工快 看来一场比赛下来 两队都有了各自的支持者 机器踩得快 人工踩得质量稳定 究竟哪队能拔得头筹呢 比赛进入尾声 杨红亮全程紧锁的眉头 也终于舒展开来 看样子 速度上 机器队是稳操胜券了 机器队率先完成比赛 记者也吹响了 比赛结束的哨音 两队都把各自踩摘的茶叶 汇总到一起 那么究竟哪支队 踩的茶叶 数量又多 质量又好呢 王师傅 我先问问您 咱们八名采茶能手 对 对机器 但是人工只有一筐 机器两筐 您现在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心理状态要等撑过以后 才知道谁到底谁采得多 您现在还不死心 对 是吧 不死心 行那咱们就先过程 好吧 好 先过程 咱们看看人工队是多少 这个是24.6千克 那么机器队的两筐茶叶加在一起 有多重呢 第一筐的重量是17.16千克 好 咱们看第二筐 第二筐是多少 18.02千克 加在一起 对 一个筐 一个筐大概多重 大概4公斤吧 4公斤 对 减缺4是多少 31.18 怎么样 这个重量和您的那个24.6千克相比 可以了 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多了 是吧 对 那从数量上来说 机器队获胜了 在速度和数量的比拼中 机器连赢两局 那么最后的质量环节中 机器采的茶能否经得住 老茶客挑剔的评判呢 从那个采茶的净率 完整度 两边其实差不多 两边比起来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对 机器采的茶已经超乎原先这个日料了 它基本上能够做到和手工采的是一样了 是吧 看来三位老师都一致觉得 机器队采的茶可以和手工采的相媲美是吧 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宣布机器获胜了 那最后还有一个疑问 茶叶最后采起来 我们加工好以后还是要喝的 这个机器炒的 机器采下来的 以后炒起来以后 口感上会不会比人工的要好喝一点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 那么两对采的茶经过加工后 口感味道上熟悠熟练呢 由于天色已晚 我们将三项茶叶封香 准备第二天一早 去拜访一位师傅 新昌县如傲镇南山村 是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村落 如今这里依然保留手工制茶的传统 这次我们要拜访的师傅 就是远近闻名的炒茶师傅 王师傅你久等了 手工制茶 步骤考究 那么经过王师傅的妙手加工 两份茶芽又会有怎样的蜕变呢 王师傅分别取了两对的茶叶 弹量在竹筛中 并进行标记 这一步是为了蒸发鲜叶中的部分水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晾晒 茶芽变软 表面颜色变深 王师傅先将人工的茶叶收集起来 准备进行炒制 炒制绿茶的第一步就是沙青 沙青时锅底温度高达250至300摄氏度 而炒茶师傅需要不断地用手翻炒茶叶 使其均匀受热 便于散热 经过沙青后 茶叶变得紧缩 颜色变暗 随后经过后续的造型 做干 提香等步骤 一份新鲜炒制的绿茶就完成了 随后 王师傅又对机器队的茶叶 进行了同样的炒制 我们分别将两队的茶叶 放在桌子上 并把写有队伍名字的字条 压在样盘下 经过手工炒制后 究竟哪队的茶叶 能赢得老茶客们的亲爱呢 梁师傅 王师傅 何老师 听说茶叶做好了是吧 做好了 对对 我看都已经摆好了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品鉴的第一个步骤吧 我们先来大家一起看看这个干茶 那么面前的这两份干茶 哪一份会得到老茶客们的认可呢 这款茶跟前面那款茶看起来差不多 反正我是分辨不出来 我觉得都一样 看来这两份茶叶真的具有一定迷惑性 连老茶客们仅从干茶都难以分辨 那么我们将干茶放入杯中冲泡 直接比拼茶叶的口感和味道 说话间 12杯茶冲泡完毕 顿时 茶香弥漫整个小院 老茶客们纷纷举杯 品起两份茶来 那么哪份茶叶更能征服老茶客的味蕾呢 两款茶口感上去做的都很接近 几位老茶客不约而同地认为 两款茶极为接近 那么到底哪份是机器采的 哪份是人工采的呢 先看这一盘 这是人工采的 这是人工采的 对对 好 那咱们看看那边 哦 果然这是机器采的 那看来人工和机器采的茶 制作加工出来 口感味道是一样的 是吧 那梁师傅的机器终于研发成功了 那我们大家恭喜它 好 好 不容易 梁洪亮发明的嫩芽采茶机 经过三代改建 成功打破原有机械化采茶模式 通过电机带动卷料器转动 将茶叶嫩芽卷至采摘口处的折断壁上 根据茶叶的脆嫩性 将茶叶嫩芽折断 可以快速高效地 采摘出媲美手工的茶叶嫩芽 发明制作的这个嫩芽采茶机呢 首先一个比较明显的优点就是采茶的效率很高 采用这个电驱动的方式 明显快于人工的采茶 同时呢 它的这种采摘方式呢 又非常接近于人工采茶 基本上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采茶效果 再有呢 就是它相对于这个其他的 相当类似于剪切等等 其他的这个自动采摘工艺呢 它是接近于这个折断的方式来去采集嫩芽 这样的话最大程度上保留着这个茶的口味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目前呢 它的这个能源供给呢 还是要靠这个附近一台发电机 这样的话就限制了它这个在田间作业的这个自由移动 所以我们建议发明人呢 可以考虑制作一个便携的 自我供电功能的一个装置 来去提升这个设备的这个便携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烤肉虽好吃 可要想烤得既均匀 又焦嫩美味 却不是那么容易 您在吃烤肉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烟熏火燎呢 频繁的翻动肉片更换烤肉质 是否感到十分麻烦呢 不仅要控制火候 还要防止烤糊烤焦 发明人其思妙想 发明的滚筒烤肉机 能帮助大家解决难题 满足时刻 挑剔的味蕾吗 敬请收看外发明滚筒烤肉